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这是一期教程 因为之前有这个用户在反馈说 这个买了联想以前那个老机器 有那个实体的这个一键恢复的按键 那新的有没有 实际上这个里面大家注意看 小新的产品在F12的右边有一个小星星 看到这个键了吗 就这个键 这个键你只要在这个关机的状态下 有电插着电或者没插电都可以 最好是插着电 然后去短按一下 它就会自动的弹出一个菜单 这个菜单里面实际上我们往下面选 就有一个系统恢复 看到没有 第四个 这个菜单可能有些时候是不一样的 但是都有一个system recovery 你如果点确认以后 就进入到了这个一键恢复的状态 但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的这个系统是原厂的系统 而不是你自己重新格式化以后做的那个系统 原厂系统是有这个功能的 能够恢复到你买机器的时候的那个原厂系统 所以说实际上原厂系统还是有很多的好的地方啊 这样子你就可以恢复到你买的时候的那个完美的状态了